你饿得特别的快 大家好,我是Guru 我们的大脑跟身体当中其他的器官一样 在它工作的时候都是会消耗热量的 虽然说它们只占我们身体体积的2%而已 但是它每天消耗的热量占你每日基础代谢的20% 一句话说,对于一个每天基础代谢大概1300大卡的女生来说 你每天大脑消耗的热量就差不多有260大卡 差不多等于你跑步慢跑半个小时消耗的热量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小伙伴问 是不是我可以靠我的大脑就让自己瘦下来呢 我们的大脑在处理更艰难的信息或者是学习一项新的技能的时候 确实是会比你平时消耗更多的热量 但这个多消耗的热量并没有那么的多 举个例子,如果说你这一天7到8个小时都在学习一个新的乐器的话 你可能也只会多消耗100到200大卡,仅此而已 那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用脑很多食欲非常旺盛的这种感觉呢 这种感觉出现并不是因为你用脑增多 你消耗的热量增多 而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存在一种激素叫做皮质醇 当你身体处于压力状态下 比如说你经常熬夜呀 工作学习压力很大呀 运动过量 都会导致你身体当中的皮质醇分泌增多 从而会让你的食欲非常的旺盛 你的新生代谢受到影响 甚至会让你更加渴望吃那些高糖 高脂油炸的所谓的快乐的食物 第一就是保证足够的睡眠 第二就是适当去运动 第三个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均衡的饮食 比如说像黑桥啊 酸奶呀 香蕉啊 梨子啊 绿茶呀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去更好地应对皮质醇 不过是绿茶啊 不是奶茶 虽然说奶茶可以让你非常的开心 但是它并不会让你这种食欲失控的情况受到管理 我是咕噜 我会在这分享更多好吃的地质师傅和健身干货 我们下个视频